台东限制111年成功取得了自主而且稳定的生成海水水源之后 积极的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成立了台东蓝纯净生成海水品牌 四年来辅导了18家在地业者 并且吸引了13家业者投入自主开发 目前一共有77项的生成海水产品 涵盖了食品、饮料、美容保养、养殖以及健康休闲等领域 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朝向产品的应用发展来去做 也毕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污染这么的严重 在生成在大海之下的这个水 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好、资源非常的丰富 能够配合台东现在在发展的慢经济 也希望能够海上海下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一起合作 台东县府办理在地的品牌产品开发成果发表会 由今年辅导的9家业者展示了10项生成海水商品 其中首作工坊业者利用生成海水开发天然煤染剂 大幅的提升了蓝染的产品色彩饱和度 以及保存时间 它提供了我们深度312公尺、6800左右的生成海水 这是属于灭菌过的 那在保值上面很方便 第二个是在取得方面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收藏也都非常简单 我们在做部分浓烟水、生成水、自来水的分别的时候 浓烟水确实在我们蓝染的过程中 它会增强它的明亮度 然后再来就是增强再延长我们的蓝染的保值期限 台东县府表示 生成海水是台东县内最珍贵的天然资源 未来将会持续地辅导在地业者来开发更多创新产品 并且积极地拓展国内外市场 让台东蓝金产业持续地发光发热 创造出更多的在地价值 人间新闻航桥在台东的采访报导